我带你家肉随便吃面随便吃饮料随便喝给你多少钱你同意 算60块钱随便我吃 这些肉都随便我吃 大姐来说话算话 连饮料包括那那60块钱我随便吃我不开玩笑了 不开玩笑 咱们不要发口 你不要说不给电话 我不要生气 不生气 美食不嫌错排雷我来做大家我是熊二今天我又来了回合肥浪 今天到周固堆吃板面 我准备包一家板面馆让我随便吃随便喝 吃自助看看需要花多少钱 今天又回到我的老根据地周固堆了 这家太和板面之前来吃过 你家都有什么吃的老板家 太和板面是吧 这都是什么卤子是吧 鸡也是 耳朵也是 爪子也是 就这些了其他的没有了吧 其他的没有了吧 就这些吧 这里平常人均吃饭大概要多少钱一个人 一个人吃饭 对 就是要拼你来就是一个人差不多 小费二十块钱左右吧 一个人二十块钱左右 我给你杀了个事老板家 我想 你这样子 让我在你家肉随便吃面随便吃饮料随便喝给你多少钱你同意 对 就是吃的肉多少钱你同意 对这些肉还有饮料我随便吃随便喝 你想好 六十元 还算六十呢 算六十块钱随便我吃 说真的不开玩笑啊 这些肉都随便我吃 大姐 说话算话 连饮料包括那那六十块钱我随便吃我不开玩笑啊 不开玩笑啊 咱们不要发火 不开玩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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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给我搞一碗小碗的摆面 咱俩是不是老家是太和的是吧 我老家太和的这种 这个摆面就是咱们太和的特色 下锅了啊 下锅把面了我马上可以吃了啊 好 然后看清脆 咱们摆面有什么特色老板娘 面特色就是 必须要用宽面是吧 必须要用宽面 宽面就是我家特色 你家特色 定的好吃 这一碗平常卖多少钱老板娘 不贵 最高就是十块钱 十块钱 我那是不贵 这就是我们家高糖 就是牛肉糖 牛肉糖是吧 粒状的牛肉 我这个看起来颜色非常的鲜亮啊 我们的炒很弄啊能闻到香味 香菜 还有鸡蛋 我还有鸡蛋十块是吧 这是谁的 哦 先来一碗面 一个多钱啊 耳朵给我切一个 我去监管哪个贵 哪一个贵 哪个贵啊 二十多都贵 二十多 平常卖多少钱一斤 我们按个买 按个多少钱一个 按个十七块钱一个 还好啊还不算太贵 拿一个耳朵 这个供供的可以 先来一块大肉 再给我拿几个虎皮鸡啊 好 我拿饮料了啊 三瓶了 哈哈哈 哈哈 不愧别 这没啥 这一看就会别人都说一了 哈哈 我都不好意思了 哈哈哈哈 一碗板面 一个大肥肉 一盘猪耳朵 虎皮鸡软 三瓶饮料 我们辅养的特色兄弟们啊老家的特色今天必须要吃吃 早就拆坏了 尝一尝老家的摆面我们辅养的 就是这个味 啊 啊 鲜蛋刚好 我养的摆面 肉 是这种粒状的 嗯 瞬间回到老家的感觉 来老板挺大气的还给大肉 哈哈哈 这个为啥问题 猪耳朵 老板够大气了 哈哈哈 这个口味是典型的完美口味 一吃就回到老家的感觉 推遍两口吃完了 哈哈哈 虎皮鸡软 哎呀 这个为什么 嗯 好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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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我的妈也没吃饱 给三眼缝一样 我都不好意思再吃了这一半 哎呦 老板娘 我还没老板娘 我还没吃饱哎 哦 还没吃饱啊 跪了吧 没事 没吃饱 再下 再搞个耳朵可以吧 再搞个耳朵 可以 真的啊 肯定可以 你搞个耳朵啊 再搞耳朵 嗯 再搞个肥肉 好啊 好啊 再搞个肉 老板娘 这肯定要亏了吧 亏就亏呗 咱们的 肯定要亏哦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就放这里吧 放这里 放我的 也可以也可以 行行行 好了 来 上个菜 我的饭量还行吧 你的饭量不消 哈哈哈哈 又来了 兄弟们 继续 弄肥肉 哇 忽然的消息 你们早上几点钟开门啊 早上八点 然后两夫妻两个人 到晚上几点钟大概 平常高峰的时候是人一般有多少人就坐满 那两个人也挺忙的 家里几个小孩大姐 哈哈 三个三个孩子就靠这个店 嗯对 就靠这个店 那你那也挺辛苦的啊 三个孩子都上大学 上大学那压力挺大的 对 那等一下 我吵了 老板娘啊 好 你吵了 他六十万要给你 行行 一月亏吗 肯定亏没了 咱们吵了 我不想忘了 是吧 是吧 乖乖乖乖 好 我们也不能占人家便宜 让他算到这么算上 多了一比他加上就行了 然后 加四个九了 四个十六 嗯 总共吃了八十五 那你亏了二十五 好 我少给你 多给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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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占你便宜